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其實對我來講面對每天的生活 就情況來講其實是對於一種本質上快樂的一種追求 講這樣好像有點太空泛了 但是這跟我過去以前所經歷的這些成長過程 求學歷程其實都有關 舉個例子來講 在求學階段年輕的時候 覺得說過生活就像是小白兔一樣 年紀越小越覺得自己像是小白兔 每天就是好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 然後在尋找新奇的事情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也會有一種無奈 跟遺憾 總是覺得自己能力不夠 找不到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玩不到自己想玩的東西 可是不知不覺這一路走來 二三十年走來 當自己從小白兔慢慢蛻變成一隻大獅子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回過頭去想想當時小白兔的心情 有人成為大獅子之後他決定要去吃小白兔 可是當我覺得自己慢慢越來越想大獅子的時候 我反而會去想當時自己是小白兔的那種心情 所以這個呼應到你剛才講 就是說當然我們大獅子還是繼續往前走 比獅子更厲害的當然還有 但是這種追求是永無止境的 當你達到一定的旅程上的某一些中繼站的時候 你必須回過頭去想一想說 你要怎麼樣讓你已經獲得這些成長跟經驗可以延續下去 也就是說你要必須要照顧你的小白兔 所以我常跟學生講就是說 在我大家覺得可能我年紀並不是太大 似乎一些工作上求學過程似乎都很順遂 其實並不盡然 那我經常強調一點就是說 成功是留給有努力準備的人 但是並不是努力準備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 那其中我個人感受比較深刻的一點就是 在某一些關鍵的時間點上 其實長輩的提拔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當你成為一隻大獅子的時候 你有能力去提拔那些小白兔的時候 你不要忘了自己曾經也是一隻小白兔 尤其是當我在自己還是小白兔的時候 常常會很納悶說 為什麼老師我明明成績就不好 我頂多是好吧 或許是一個比較謙卑一點 一個比較有禮貌的小孩 教教應該還算不錯 但是成績明明就是很爛 但是老師為什麼要幫我 而且幫了我之後 我順利申請到我的學校 或是甚至畢業之後找到理想工作之後 老師都不寄回報 每次要問老師要請他吃飯 或是要送他禮 他都不願意接受 那時候都覺得非常納悶 可是現在我慢慢可以體會他們心情 因為基本上我們今天的成功 是有很多長輩 不只是自己努力 還有很多長輩的提息 縮累積而成 所以當我今天看到 值得我提息的後勁的時候 我也會用同樣的心情來面對他 大概就是小時候的夢想 到最後竟然可以成真 因為在80年代 你知道有本非常暢銷的這書 叫做時間簡史 那就是黑洞大師霍金教授所寫的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哇這個人長這麼厲害 曾經就做一個輪椅 也不能講話 就靠一台電腦就可以 不但可以跟外界溝通 而且還可以繼續 創作出很多新的想法跟理論 提出很多新的理論 那一直把它當作是自己的偶像 結果沒想到 這個出國到英國去留學的第二年 就可以順利進入到他的研究小組 就在金教大學理論物理技 應用數學系的這個相對論足 那就成為他小組裡面的學生 所以我還記得就是說 他我博士班一年級的那個夜蛋夜 他請我去吃夜蛋大餐 然後出門的時候是 是非常感動的抱著很激動的心情 然後想說我要不要帶相機 然後後來想說 戴相機會不會覺得自己很俗氣 然後明明自己就已經是 他小組裡面的學生 然後吃一頓晚餐 還帶了相機 又覺得他很丟臉 所以我那個相機 我還記得我握在手中 握了大概有五分鐘 站在我的這個寢室的門口 再猶豫說我相機要不要放到口袋裡 之後我帶了相機去 那帶了相機去之後呢 也是驚了很久 一直到吃完飯 都已經快要擅長了 才這個跟老師講說 我可以跟你拍一張照 那就拍一下那張照 那張照片我到現在都還留著 就會提醒自己就是說 你從小的夢想 只要你一直堅持的話 當然中間過程我講過 並不是像外界所想的這麼順遂 曾經有很大的一些起落跟波扯 那到最後竟然 在一種所謂一股灑勁的支持之下 一股莫名的堅持之下 竟然可以達成自己小時候的夢想 那種快樂是很難以言喻的 那當然回頭要再來講 就是說好像 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我的人生理想竟然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人生不知道怎麼辦 對 所以就會刺激自己再往下一層思考 也就是說 你目標要放 你想要放 你目標要放太近 這個 眼光太近的話 等你完成之後 你會突然不知道 人生到底什麼 下部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我經常鼓勵年輕人 就是我的晚輩 這個 在努力奮鬥的這個階段 不要去想現實面的困難 不要去在乎 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 而是應該去想一想 自己是不是一個有想法的人 可以定義一個 可以讓自己生活快樂的 人生目標